就是把旁邊這邊本來是放這個,把它搬到另外一個頁面去 然後特別去查詢的條件就根據它 底下的話都是根據上面的編號去帶出資料來 這個是用lookup函數來做出來的 另外呢後面加的範圍我們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什麼,一個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建立,特別說建立的時候記得要選到上面的這個名稱 然後從選舉範圍建立 建立完之後的話再看一下有沒有錯誤 這樣子將來就可以利用一個對應關係找到你要找的資料,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觀念清楚之後再來把它熟練,我想應該很快啦,你想要查什麼就可以查什麼 第一個 不過這邊當然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缺點 比如說 這個範圍如果說以後不可能只有八個,也許你有客戶或者你有一些銷售紀錄 那會一直增加的話 怎麼辦呢 你會發現名稱管理員他永遠會停在 第10列 如果你有第11列以後怎麼辦 那這個就是 怎麼講,名稱定義的缺點 他沒有辦法自動化 如果你要自動化 所以為什麼要學VBA 因為VBA可以去偵測嘛 我們前面不是一直強調 要偵測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嗎 如果你有知道最下面一列的話 那不就每次如果你有更新 他一定會抓到最下面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這個方式的話 坦白講 就麻煩一點 因為他就固定了啦 說真的 這個是比較適合是 你如果資料是固定的話 那不然如果你有資料增加怎麼辦 你還要再來改一次嗎 不是很麻煩 也可以啦 就是說 把這個數字 設定成很大一個數字 對 以後增加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這個地方 編號有沒有 假如你這邊本來是10 你給他設定到很下面 有時候說明這個地方也會 然後另外 會增加很多 假設你這邊多一個100好了 比那10 那你想說我要預先增加 那你把它儲存 那你下一次 你在這邊點下去 你會發現 他會出現什麼 一些空白的 一些白的也會出現 當然有一些方法可以 就像剛剛同學講的 你可以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做一些些手腳 可是畢竟 不是最好的 不過如果你覺得這也OK的話 也是一種選項 OK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 查詢界面 我希望換成後面這邊有一個叫 HLOOKUP 或VLOOKUP 那你想說為什麼有個H一個V 特別注意這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特別注意如果你是H的話 假如你的藍位名稱 藍位的名稱是在左邊的話 左邊喔 有沒有 藍位名在左邊 請你有HLOOKUP 那如果你是藍位名稱在上面的話 請你用VLOOKUP 兩者是一個水平跟垂直的關係 我們如果是垂直的話就用VLOOKUP HLOOKUP 可有可無 但是沒有 至少你要知道 以後也有 也許有一些資料 你非得 我會不會有什麼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